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出席员工家庭日活动 在这个地方我要谢谢华英的所有的同仁 在有了已经贡献华英有40年了 有些还没有那么久 谢谢大家这么用心的付出 同时这个地方要谢谢这个所有的建署 有你们的支持 华英这些同仁才能够我们心无旁贷的 能够替公司做更多的贡献 那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研发准时上市 我们的工厂顺利量产 我们的品质高超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想这个达到董事长刚刚期许的 终究要转会为一 我相信应该是 现在是移民前 我相信派遥就快要出来了 华英员工热情参与公司成立满40年的家庭日活动 董事长与总经理特别步行到活动摊位 向参与部门加油打气 还特别亲手按了个赞 鼓励华英员工再接再厉 尤其2010年华英响应全球环保议题 成立的绿色经营委员会 也在家庭日特别涉摊 宣导绿色政策 与中华电信 以及红远新业公司 共同推出的废手机回收活动 获得员工大牌长龙热烈响应 董事长林卫山特别致赠感谢壮 谢谢合作单位的支持 我们给总经理补掌一下 总经理也是很支持我们绿色经营委员会 绿色方会交代一项关注的欢迎 来推上公司的绿色活动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跟华英公司一起来办这个 2011华英家庭日 那我们跟华英办这个家庭日 它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 也就是中华电信呢 它跟这些的大公司呢 合作一起 大家来共同来推动 有关于这个汇手机呢 大家不要乱丢弃 大家可以在这个固定的节日的时候呢 把它拿出来 而且我们中华电信跟华英呢 准备的小小礼物 来送给我们这些华英可爱的员工 谢谢您 华英员工与眷属 以实际行动支持绿色经营委员会 从家里整理出的废手机 拿到家庭日的会场来回收 并且可以获得环保野餐巾作为赠品 很多员工都觉得非常有意义 大家最想看的就是夜市摊位啊 还有一些社福一些基金啊 像我们都 我们部门就推到一个 就是野餐巾的乐换 这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些项目当中 对 都很开心 这次绿色经营委员会 特别设立了专摊 举办手机回收的创举 超过500位员工 每个人平均拿出4支废手机 成绩相当丰硕 今年华英获得第一届台湾绿色典范奖 未来将以实际行动 积极推广全员落实绿色政策 以及企业保护环境的使命 感谢观看